其实我们要来看一下 在这个1.0的三缸的引擎当中 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么多 大概有十几个 那我们要问一下坚书 到底在这些车款当中 哪一个是动力最大的 动力最大 那就是福特 福特的那个Fiesta跟Ecosport 因为他们挂的引擎就是那个 Eco Boost 这是新世代引擎 那我先讲一下 其实这两 应该算这四台车好了 跟Skoda的Fabia 因为Fabia他们在扭力上面 他们是最大 但是我对Ecosport的印象最深 因为我记得我在2013年 去印度试了Ecosport 而且还是手排 1.0手排 那那个时候在那边开的时候 我会发现说 这台车 因为它虽然它当初的设定 是给新兴国家使用 但是当然它现在已经 欧美都已经进去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 第一个 它的底盘的扎实度 然后它的车身 车体的设计 各方面操控 都非常的好 不像要给新兴国家使用的车 你知道 尤其是那颗引擎 那颗引擎 我后来才知道 它年年得奖 因为太优秀 而且它跟这个一点 那个手排 刚好合起来之后 真的超完美 所以我那时候 在那边开的时候 因为印度很多牛 然后又是右架 所以要闪牛的时候 很好闪 因为它很灵活 它非常灵活 车身灵活 车身超灵活 欧洲化的底盘 因为它那个牛 马力又够大 马力够大 然后它扭力 因为是手排 所以它那个整个动力输出 还衔接还蛮顺的 那印度那个牛 他们都是在路边走 只要前面一投 它往右 全部都跟着往 所以它的自动性也很好 刹车什么 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就说 这个1.0配上这个手排 应该蛮好的 那我那时候问了原厂 我说那你们有没有自排 他说对不起 我们那时候没有 所以那时候 Ecosport在进台湾的时候 第一批1.5 那个NA 然后呢自排 我那时候开完之后 我说这个差太多了 后来还好 它这个1.0的进来 但是它虽然还是 那个配自排 那个没办法 因为台湾的 那个使用习惯 使用习惯 但是它的表现 我觉得 可圈可脸 还不错 应该算还不错 那虽然没有 但是如果你叫我在台湾 开手排 那真的很累人 左脚一定会残废 对 踩离合器踩到残废 好 那讲到这个Skoda 那个Fabia跟Kombi 还有Polo 因为它们是同一个体系的 对 那这个车我觉得 是在这个急剧里面 就是1.0三缸的话 你可以选择的话 最大的牛力数据 其实如果说 它今天你要买这个车 但是你又希望享受那种加速性 比较快的 那我会建议你就买这个 因为它的扭力够大 然后它的变速箱 整体设定来讲 它也算蛮灵活的 但是你今天如果买了Skoda的车 你要注意 因为它的维修保养费用 是贵得有名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虽然引擎小 排气量这个可以省你的碎金 油钱 但是你后续维修你在购买的时候 你真的要去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刚才看到 在这个市售的1.03缸的引擎当中 有很多的车款 那今天除了这个福特的Ecosport 也来到我们现场 还有Suzuki的Swift 甚至于还有Smart 4 也都到现场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 在这个急剧当中 这些小车的表现 不论是在动力外观 甚至于我们还会帮大家 比较在后座的空间上面 到底哪一台车呢 其实在急剧当中 是相当出色的 那首先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Smart 4 其实冠宇我们刚刚讲的 什么1000cc马力最大 牛力最大 还有排气量最小的车 Smart 我跟你讲 它是目前你可以买到 后置后驱最便宜的车 对 可以把它当成跑车来看 其实这个就是Smart 它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传统 也是它的车辆配置之所以 这么能够受人惊惊乐道的原因 其实新世代Smart 除了我们现场看到 它已经多了后面两个门 有导入Fort 4的全新的车型 而且跟之前 采用别的品牌的平台 打造的那种前驱的Fort 4 不一样的是 它这一次一样是用 跟Fort 2一样 后置后驱 而且一样是一个 Tradian的一个龙形的这种结构 也就是说它的防护的机制 有点像是你受到大撞击的时候 你是像一个球体 非常坚固的在一个球里滚动 这是它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那这台车不是1000cc 它是比较高阶 所以是900cc的 涡轮 对 三缸涡轮增压动力 它的最大马力有90匹 我觉得其实以 我实际驾驭起来的感受 它的动力表现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它的引擎的抖动 还有新世代的 它的双离合器的自首牌 是你要跟一般的小车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驾驶的方式 要稍微改变一下下是不是 对 它其实不是不好开 或是质感不好 只是跟你以前 可能习惯的日系的小车 有一些蛮大的区别 那这辆车呢 我觉得有几个 很值得去赞赏它的点 就是说第一个 它的后置引擎的这个配置 让它里面的车身的结构 空间表现非常好 其实这台车呢 它只有3米5 车长只有3米5而已 所以它的回转半径 以及踩踏起来 这种轻盈的驾驶性 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你去做它的前后座 我们等一下要比较嘛 我觉得4F应该是不会输 对 那其他比较特别的点像是 因为它这个前面不是引擎 所以虽然它也没有行李箱 但是它里面是一些 基本的保养的结构 所以它的车身的车头 非常的短 那后面的行李箱呢 虽然下面有一颗三缸的引擎 可是我觉得容积的表现 也是我还可以接受 我比较不能接受的是它的后床 到这个价位 它的后床还是这种蝴蝶床 这个我个人比较不习惯啦 但是有一个 最后要讲一个很特别的点 在新年式的这个车型上 我们这一台是 66kw的Passion的车型 它具备有一个萤幕 可是它的中控萤幕 不是在中控台上 它是让你连接你的手机 你只要下载 Smart Cross Connect这个App 它在上面呢 你可以透过蓝牙 播放你的音乐啦 接听电话 而且还可以监控你车上很多资讯 包含 如果你现在开这台车 开的它比较好友 它就会图示上显示一台Smart 然后后面是沙漠 如果你开的很节能 它后面就是绿让然的森林 就让你开车开起来的时候 很有乐趣 很有乐趣 很符合它这辆车的一个性格 那除了使用上之外呢 我觉得 因为我身边其实有蛮多女生朋友 很喜欢Smart 那其实我会建议他们就是 其实你要先去试驾 就像刚刚讲你习惯一下 如果你以前是开日系的小车 习惯一下它不同的驾驭特性 我相信它整体的产品的特质 这些造型的元素啊 会是非常迷人的地方 而且其实它耐用度也无庸置疑 因为之前我们节目来一个模特儿嘛 他开了他的Smart 4 2 开了15年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有 我有印象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Smart 4 4呢 的确是蛮值得入手的 那当然除了在这个1.03缸啊 甚至于这个Smart 4 4 它是900cc嘛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说在今天棚内呢 它虽然是1.03缸 可是呢 我觉得它的体积 应该是目前是最大的 而且它可以看得出来 它很像是这个中型的SUV 我们一起来看看福特的Ecosport 其实每次我聊到Ecosport 我都觉得有点可惜 怎么说 可惜的 第一点是 它其实很早就导入台湾 在2013年的后半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市场上 有哪些这类型小型SUV 或者是CUV的车 其实相当少 对耶 像那个时候 它进来台湾那时候 对那时候没有Kicks 也没有HRV 对不对 顶多就是Skoda的Yeti 或者是像Nissan的Juke 都不算是太大众的车型 这可以说是深不逢时吗 对它其实应该说 它很早就取得这个先机 但是为什么它没有立刻大卖 是因为有几个特点是 它还是走了比较传统SUV的路线 有一个关键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离力高度其实蛮高的 对 209mm 对部分的来说其实好用 但是有些人好像看来像 传统SUV的感觉 对 没错 没有CUV的都会感 第二个点就是说 它的后箱门 一般的后箱门 我们是往上先的 它是侧开的 所以你在侧开的时候 第一个它会占掉 比较多的停车空间 没错 再来是你记不记得 它那时候小改款之前 它后面有一个备胎感 其实跟之前早期的CRV一样 就很像 所以它会比较传统的SUV的感受 所以没有立刻让大家对这台车很惊艳 不过说真的很可惜 因为这台车它其实立基于Fiesta的底盘 操控真的是有目共睹 在台湾视野高 它操控起来灵活 就像刚才坚叔讲 虽然说我们在台湾不用闪牛 可是我们需要闪一些马路三宝 或者是像一些摩托车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动物突然冲出来 没错 所以它其实在操控性上 它开起来远比你看起来还厉害 对 那除此之外 它对于这个车型 你看起来好像其实挺大的 其实也不会 它在2018年6月它推出了小盖管 车型之后 它把背盖盖取掉了 所以发现它车型其实还不到4米1 它整个车型的配置 也还蛮适合台湾的道路环境 而且它在改款的同时 它的水箱护照也放大 导入现在福特比较著名的家族的特色 以外它整个后箱的容积 其实在一般标准乘坐状态下 328公升 你弄倒之后 把后座也没弄倒之后 也有1178公升 其实说真的跟同级比较起来 它都不算是一个不好的表现 其实都有中段班 甚至以上的表现 同时间 它在车内整个空间的配置 你会发现 它在小改款的时候 为了要让它这个产品实力更加提升 整个中控台的质感 也提升了非常的多 尤其是在影音的部分 中控台 你会发现它有多一个比较大的触控萤幕 还有导入了Sing 3 它们当家的车载影音系统 Apple CarPlay 其实也都同步导入 所以它整体来说 它有一个 像它这个车型 我们是顶规 我们知道它是1.0升的 直列三缸的涡轮支援引擎 125匹马力 刚才有讲到最大的马力 其实在这个急剧当中 扭力也有17.3公斤 其实都不错 而且还有7G气囊 该有的安全配备 主动也好 被动也好 其实表现都还不错 所以这样整体来说 它照理说 其实应该会有相对更好的销售表现 真的有点可惜 今天因为我们把它全部拉出来 1.0三缸 你才会发现说 原来也有这个选择 你就会发现 它是很大碗的 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真的就是这样就大碗 所以如果喜欢这个大空间 然后加上睡惊又省的话 其实这台车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确实 它是不错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